德国大众要求销毁批中国车 而且还把一家德国经销商给告了 怎么回事呢 去年12月的时候 德国大众就起诉了德国当地的一家汽车贸易公司 因为这辆公司从咱们中国买了22辆大众ID6纯电动汽车 那德国大众不肯干呢 他要求法院没收并且销毁这批车 还要求这家汽车贸易公司得承担所有的费用 包括每辆车1.5万欧元的销毁费用 还有在销毁之前 每辆车每个月800欧元的保管费 那这家经销商肯定不肯干呢 因为德国是允许从外国进口汽车并且销售的 这批车既通过了海关审查也付了关税 按照规定就是可以在德国注册并且销售和行驶的 我明明是合法合规的 你凭啥这么干呢 再加上中国产的大众 那不也是大众吗 至少是德国大众的半个儿子吧 干嘛搞得这么六亲不认的呢 没办法 因为竞争不共 大众的ID系列电动车 在德国的售价比中国高了一倍都不止 像ID3德国卖31万人民币 中国只卖12万都不到 这么高的价差 就算加上了中国到德国的运费和关税等等 经销商还能血赚一倍呀 所以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德国经销商 想要干这种从中国进口车 再卖到德国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这种行为就让德国大众很慌 因为如果不把这个苗头掐死的话 那以后德国自己的造车企业还怎么活呢 当然了为了不闹得过于难看 德国大众也列了一些看似是为消费者着想的理由 比如说他说这批ID6 其实是德国ID4的7座版本 你不能打着ID6的旗号卖 又比如说这批车的电池跟德国产的不一样 还说这批车没有欧洲强制要求的自动紧急呼叫系统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理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真要解决起来的话真的是太简单了 以咱们中国车企的内卷实力 装个系统改个接口而已 分分钟就能给你搞定 其实这也不是大众第一次因为电动车德国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闹出新闻 之前就因为德国大众跟上汽大众的价格差距太大 搞到德国人还在网上骂 说他们买大众ID3汽车需要4万欧元 但是在中国却只需要1.6万欧元 是不是德国大众在补贴中国人呢 搞到德国大众赶紧出来解释说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主要是因为生产成本的差距大 就拿ID3举例好了 由于咱们是所有的供应商都是在中国本土的 更短的运输路线 更低的人力成本就一起造就了这么高的价格差距 更不用说最近红海那边不是胡塞武装搞封锁吗 更加让德国的供应链是雪上加霜 但是呢不管怎么讲啊 这个价格差距在那摆着 同样的车中国产的就比德国便宜20万人币左右 那你说德国老百姓就算是再有钱 也不会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啊 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解决呢 反正目前官司还在打 咱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可是我觉得吧 就算德国大众赢了 长远来看前景也未必乐观 要知道欧洲已经基本明确了 2035年之前是禁售燃油车的 但是他们的电动车竞争力如何呢 在中国现在包括大众ID系列 甚至奔驰宝马保时捷的电动车 通通都被划入到了杂牌电动车的系列了 像大众最能打的ID3 都排名在20名之外 一个在中国市场占五渣的产品 居然搞到德国大众这么恐慌 咱们只能说祝大众好运了 欠了2.4万亿的中国恒大 终于大家都不指望它能还钱了 香港高能法院29号正式向中国恒大发出了清盘令 港股恒大系的三家上市公司全部暴跌并且停牌 中国恒大恒大汽车市值都只剩下20亿港元 那这个清盘令是什么意思 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买了恒大房子人来说 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恒大自从爆雷之后早在2022年的6月份 就已经有债权人跟法院提出要求清盘 但是这个事几度延期 直到今天法院是正式的批准了 恒大是在香港上市的 那边的清盘用咱们的话来说就是 恒大可以进入到破产清算了 为啥呀 因为债权人实在看不到他还钱的希望了 恒大爆雷这个事就像是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 理论上谁先提醒他清盘 就相当于先跳上了救生艇 可以多一分活的希望 像西游记里面 取经的团队在闹别扭的时候 猪八戒总是会跳出来 第一个闹着要分行李 就是想着自己能够先挑一份 所以呢 恒大爆雷之后 一边是一些债权人不断的提请清盘 而另一边呢 是包括股东法院 还有供应链上下游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觉得 还应该再给点时间抢救一下 所以呢 一开始呢 是给恒大留出了时间 让他自救的 而在这个期间呢 国家也是尽可能的在政策上 给房地产企业松绑 可是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许老板已经洗提了缝纫机锻炼套餐 而债务重组的方案也没有进展 那法院现在只好宣告 抢救失败了 开始清盘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由于恒大目前的总负债超过2.4万亿 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了 所以呢 清盘意味着 这艘大船已经救到了沉默的倒计时 需要说明的是 清盘针对的是中国恒大 它下面的那些子公司 比如说像恒大地产 恒大汽车等等 都暂时不在这个清盘的范围内 那么中国恒大清盘 对于各方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对于中国恒大的董事高管们来说 如果他们能证明 自己是在积极的旅行职责 配合清盘 那么就不用负什么连带责任 否则还可能会背上民事 甚至刑事责任 而对于中国恒大的股东来说 包括买了他股票的小散们来说 就有点惨了 大概率会全部清零 血本乌龟 甚至如果你在清盘的前一年 拿到过恒大的分红 都还得吐出来 而对于中国恒大的债权人来说 由于法律规定了 债权人的受偿权会高于股东 所以在还钱这个事上 他们的排序能稍微靠前一点 但不同的债权人又有排序 有资产担保的要先于无担保的 同等的情况下 是谁先提出债权申请 谁就更优先 然后再是清盘的那些开支 比如说清算组的费用 欠员工的工资 欠政府的税款 债券持有人的本息 还有上下游供应商的欠款等等 那对于买了恒大七房的人来说 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最高法在去年的四月份 发过司法解释 购房者是拥有超级优先权的 不管你是请求交付房屋 还是要求退还购房款 都会优先于上面列的所有人 但是因为这次被要求清盘的是 中国恒大 交鲁的责任更多是在他的子公司 恒大地产 所以这个事对购房者来说 也是影响不大 最后呢 恒大给社会留下了一地的鸡毛 让数以万计的家庭 可以说是寝食难安 现在许老板虽然说自己是进去了 可是他的家族成员 却钻着法律的空子 拿了几百亿的分红远赴了海外 恐怕我们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 对于某些明显有着重大过错 或者是恶意的重要股东 真的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吗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呀 这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 本来相安无事 大家一样拉垮 可是呢 居然现在倒数第二开始偷偷的 奋发图强了 人家都不屑于跟倒数第一玩了 这说的是谁呢 港股跟A股 最近A股连跌五天呢 哪怕国家对进场大力抄底 都留不住三千点的身影 但港股却走出了独立行情 甚至有的板块里面的股票 是动不动大涨百分之几十 这是发生什么了呢 比如说昨天 港股美迪置业突然暴涨70% 今天还上涨了接近4% 原因是他大股东美迪集团 决定要把房地产业务给剥离出去 之后这块业务呢 就由私人公司全权持有 那股东怎么办呢 给了现金选择权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继续持有私人公司的股份 分享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红利 也可以选择拿钱走人 而大股东开出的收购价是5块9港元 但你要知道哈 这股票前一天的收盘价只有3.75港元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个大股东真的是很够意思了呀 他给了投资者充分的选择权 你可以走也可以留 就算你想走没关系 大股东给的价格非常有诚意 溢价了57.33%呢 而这种事情在港股绝对不是个案 今天呢刘燃雄旗下的华人之业 也是突然飙涨了接近40% 收盘涨了28% 创了半年多来的新高 原因是刘燃雄之前也承诺过 要把公司私有化退市 正好呢上周有一笔疑似 刘燃雄持有的股份发生了一些变动 那市场就猜 很可能是刘而百要开干了呀 所以股价就大涨 此外呢 复兴旗下的医药股富红汉林富盘 也大涨了接近20% 原因也是私有化 给出的价格比之前的股价高了30% 我们知道港股这一年确实是跌得很惨 甚至还被人叫做是粪坑 但其实呢 里面有很多公司的经营业绩还是可以的 每年也是有利润的 并且还会给你分红 只是因为它整个市场流动性不行 导致股价伪移不振 只有账面竞产的几分之一 甚至有的公司的市值都不如账面上的现金多 那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公司你继续留在市场上也没有意思 反正也没有办法融资 那作为上市公司 每年还要额外付出什么审计信息披露 还有这个监管的成本 索性还不如退市呢 但是具体的操作上 肯定会有些小股东会反对 因为有的人是买在高位上的 你要是继续留在市场中 至少还能有回本的希望 一旦私有化退市 那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可能我账面亏损 就会变成真实的割肉了 所以呢 港股的私有化通常就会以溢价的方式 适当的补偿小股东 今年以来呢 港股已经发生了多起这种私有化的案例 像年初的时候 李宁也抱出过有私有化的想法 还有像中级车辆中国中药等等 都发了公告说有类似的操作 方案一公告之后 股价都迎来了大涨 而这些公司的共同的特点就是 公司经营其实还可以 兜里面也有现金 而股价又跌到残不忍睹 所以呢 干脆选择私有化算了 而相比之下 咱们A股主动私有化的案例 就非常的罕见了 就算有动机亡位也不纯 给的价格诚意也不够 比如说像金美纺基 它是因为牵涉到了爆雷的中值系 那作为央企 为了怕惹到一身的骚 才决定私有化的 但是抛出的私有化的价格 只比它的股价高出了4% 就这都已经算是厚道的了 有的公司呢 明明账上有现金 却慷慨的让大股东给占用了 然后自己被ST 再面值退市 这么一表连私有化的成本都给省了 说实话 你说这大A真的配得上 这么善良的股民了吗 先给股东发33个亿 然后再上市找股民要30个亿 这个算蛮打的 那这是整个韭菜地都能听得到 任谁听了都得夸一句 活颜嘛 最近呢 在上市排队名单上 有一家叫海湾化学的化工企业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它的出手十分慷慨 这个招股书里显示了 这个海湾化学呢 在2019年到2022年 是连续发了4笔的大额分红 合计分红了33亿元 几乎呢 就是把这段时间里 所有的净利润都给分了出去 而同时这次IPO 公司要计划募资30亿元 其中的27亿元 用于建设化工材料生产项目 3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那算起来光这几年分红的钱 比它募资的总额还要多 相当于公司想间接拿股民的钱 去发给原始股东啊 公司上市的目的是说 要满足扩产的资金需求 但是如果你之前不大比分红 那这30亿不就不缺了吗 有必要上市吗 上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说是想把公司卖给散户吗 而且还有其他的疑点 4年分红30个亿 听起来公司不缺钱哦 但实际上公司现金流挺紧张的 大比分红的这三年期间 公司的负债率 从42%上升到了63% 那就相当于公司一边借着钱 一边在大比撒着钱 如果说公司如愿募到30亿 那整个事情就变成这样了 公司在不断的增加负债 但借来的钱没用于生产 而是用于分红 最后再上市找股民要钱 要来了钱以后再投入生产 顺便把之前借的债给还上 这就难免让投资者质疑他上市的动机了 良好的生态应该是各方齐心协力 上市的目的是为了把公司做好 如果说拿了投资者的钱 再给投资者应有的回报 哪怕是结果不尽如人意 也不会有人苛责你 但如果说你一开始的目的 就是为了快速的套现 那就会对市场的生态 和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严重的破坏 如果说所有公司都这么搞的话 那散户真的是很难看到希望了 不过好消息是 现在投资端跟融资端的平衡 已经在得到重视 IPO的排队名单当中 就有很多异常分红 跟其他异常情况的公司 已经终止了上市的脚步 只有少一些一夜发财的人 我们散户才有机会发财啊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